谈谈新化高中传输学生疑似食物中毒 学生是在28号晚间开始陆续出现了腹泻及腹痛等症状 直到29号的傍晚 症状才稍微获得缓解 那么根据了解新化高中 他们的团扇整送是有三家不同的厂商来供应的 卫生局寄查之后发现厂商里面的中央厨房清洁度不佳 现在要求是两家得要进行限期改善 另外一家则是辅导改善 卫生人员戴上口罩帽套大阵仗前来中央厨房进行击查 不放过任何角落仔细检查 因为这个中央厨房平时供应学校团扇 没想到学生吃下肚竟然疑似食物中毒 新化高中那里有学生发生了一个肠胃到不舒服的情形 总计有128位学生 台南卫生局29号接获通报指出 新化高中一共128名学生 发生群聚腹泻 原来学生从28号晚间开始就陆续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症状 直到29号傍晚 多数学生症状才稍稍缓解 据了解新化高中分别是由三家不同厂商供应团扇 卫生局也缤分三路进行击查 三家便当工厂它的一个卫生状况都还可以 但是主要是这个清洁度不佳的部分 所以我们有两家跟他开了限期改安东支出 一家是不到改善 目前卫生单位派员将剩余食材采样送检 预计一周后结果出炉 倘若真的判定为病原性微生物所引起的食物中毒 将依法予以重罚守护校园食安 藉由黄富奇台湾报导